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到了3200点这个玻璃天花板再次回落 上阵指数是下跌了0.4%左右 深圳方面的也同样下跌0.6% 那么在欧洲方面的整体股市变化不大 上下平均波幅都在0.1%至0.3%左右 而美国股市呢在昨天因为是美国国庆 因此没有开盘 在其他市场上黄金价格继续维持现在低位不变 而石油价格则出现了连续9天的上涨 目前呢价格这个连续9天的上涨 已经创下了2009年7月以来的最长单天 就是单次的连续上涨纪录 那么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我们跟大家聊一下的是 现在这个非常火爆的就是什么呢 是王者荣耀这个游戏所引起的话题 那我们都知道现在国内最火爆的话题呢 特别是在这个游戏方面无疑 就是腾讯公司出品的王者荣耀 但是呢现在呢这个他这个游戏是受到了媒体和监管部门的指责 说其呢是影响到了青少年的生活 那么其实我们可能生活在澳洲的朋友们呢 还不知道这款游戏有多火 这个王者荣耀目前是中国最火爆的游戏 没有之一 目前这个游戏的注册人数是超过了两亿用户 两亿用户 这是什么概念呢 就算中国有14亿人口 也就是说可能每七个人中间就有一个人是在玩这个王者荣耀 非常非常的夸张 那么呢我之前以为这是一个小孩玩的游戏 结果最近我发现我身边好多跟我同年龄的朋友都在玩 所以我也去呢尝试着下载了测试了一下 结果发现你想正想要这个比较正常的玩这个游戏 至少需要充值大约是200人民币 假设我们是以这个两亿用户去了一半 一亿用户来计算 一亿用户都是充钱 每人充200 那么也就是说光是这款游戏的毛利润收益就达到200亿人民币 这是一个天文数字 那事实上情况呢也正是跟我们判断的差不多 腾讯呢在今年第一季度光是从这款游戏的营业收入上就达到了惊人的60亿人民币之多 也就是说这款游戏呢几乎是击败了国内90%以上的上市公司的利润 因此呢应该来说从商业角度来考虑这款游戏的设计是非常成功的 但是随之而来也带来了很多的抨击声 那在过去一周呢人民日报两次发文批评这款游戏呢让青少年孩子沉迷缺乏监管 要控制游戏等等等等 那在我看来这些评论无疑是非常可笑的 我们知道呢这个职责归属一定要分得非常清楚 孩子的监管不应该是由游戏的制造者来负责 他们的职责是生产一款好的产品让消费者满意 你说这孩子每天玩三四个小时不去做作业不去学习 这种错误要需要商业公司来背负 那我想这种道德的包袱呢毫无疑问是不合理的 什么人做什么事这个是非常非常合情合理 孩子的监管就是由父母由家庭由学校去完成 这个只要这个公司设计出的产品是合规合法的 就不应该背负这个道德的包袱 腾讯作为一个上市企业 它的最大除了它的遵守法律要求这个底线之外 它最大的目标就是为股东利益而服务 这是上市公司的一个基本的商业原则 你如果说设计一款游戏啊这个还要背负起 监管和和这个控制青少年玩多少时间这么一个责任 那么这个旷式奇闻在我看来也只有是特殊的情况啊 在特定的时间也就是说在全世界估计除了中国以外 没有其他地方啊 那这种情况呢 让我想如果要要把这个都算进去 那为什么不禁烟不禁酒呢啊 烟酒同样也会对青少年有害啊 青少年也可以轻易的获得啊 怎么没有人去说青少年吸烟就是因为烟草公司的错呢 所以很多时候啊 我们知道呢 这个在特殊情况下 这个职责有的时候会发生混淆 但是我还是坚持那句话啊 商业公司特别是上市企业 第一要素是满足股东的利益 同时他虽然肩负着社会的责任感 但是只要这款产品是合理合法合规的 那么他就不应该背负起这些额外的道德责任啊 玩一款游戏 咱们咱们这么说吧 你如果连一款游戏的这个自制力都没有的话 那么弹劾以后还能够独立自强啊 还有还有什么振兴 这些话根本就无从谈起 就像减肥一样 如果我觉得一个人连减肥都减不好 他以后日子就过不好啊 那接着咱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大家可能讨论到 涉及到这个啊 市场到底是由一个自由市场来控制的 还是部分的时候由政府来监管 可能有的朋友会想呢 既然说的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 自然就是由市场来决定啊 供求关系呢 由买卖双方来自由决定 但是其实在这个世界上 并没有一个真正的独立完全自由的市场 你就连美国来说吧 他非常自由市场经济了吧 在零六零七零七零八年金融危机的时候 还不照样是需要美联储和美国政府出面做担保 才免得呢 所有的金融机构呢 是全部挂掉 包括现在的黄金 包括现在的石油 一些重要的产品啊 毫无意外都可以见到呢 这个政府插手的印子 那么中国的A股啊 B股啊 香港的恒生指数 尤其是了 所以呢 作为我们的普通投资者来说 除了要看待这个供求关系以外 这个基本原则之外 还要对一些实事 对一些政策 对一些导向性的文件 要引起注意 因为很多时候呢 原本走着走着好好的啊 会因为一个政策性的改变 而全盘结束 这一点 我们一定要吸取教训 就像腾讯一样 它设计了一款非常优秀的游戏 也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商业利润 但是在过去几天 由于这个报纸媒体的抨击 使得腾讯的股价 白白的就损失掉了 接近于10% 这个在我看来是非常不合理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咱们今天说的话题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一个产品 是什么产品呢 就是我们这几天 应该说是本周 连世说到的美元对人民币 这张图是星期二的图 昨天的图 我们看到美元和人民币 曾经一度是非常接近于 这个咱们说到的 这个叫做转折点 我在昨天也重点推荐 如果再一次冲上了 0.8020之后 6.8020之后呢 我们是可以看涨人民币 看涨美元 看跌人民币 那么过去了24个小时 我们看到呢 价格的确是上了 而且也是上了两次 但是呢 似乎又遇到了强大的护盘压力 也就是说 现在人民币价格 再一次从之前的6.8020附近 被打了下来 那么这样的走势 也使我们呢 再一次要引起警惕 也就是说目前 在6.80附近 这个价格是有巨大的买盘和卖盘的多空双方争夺 一旦这个价格最终形成突破 也就是说万一是上了 我们再留100个点的余地 上了6.81 那么我们相信人民币最终肯定会下跌 所以从图形上来看 在目前这个阶段 在没有冲上6.81之前 或者说准确说6.8080之前 我们暂时不要再着急进场 那么对于昨天进场的朋友们来说 现在可能有一定的浮亏 有两种考虑 第一点呢 就是在今天的最低点 跌破了之后 考虑出场止损 另外如果说我们要长期看的话呢 止损点也需要放到呢 在大约是6月底的最低价 大约是6.76附近 如果跌破了6.76 很有可能会有继续有400点的跌幅 所以说呢 人民币昨天 可能我们进场时机稍微早了一些 现在来看呢 他再一次经历了强大的护盘压力 所以我们一定要等待6.81成功突破之后 再去进场考虑 那么最终呢 今天这以上就是今天我们要说的 这个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